入侵物种的甜味粪便 成了美国人餐桌上的蜂蜜 班依蜡蝉入侵对美国东部的农业造成了重大损失 却也带来了拥有特殊风味的蜂蜜 它很可能是用班依蜡蝉排出的甜味粪便酿造的 2019年旧季的一天 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 养蜂人到日上普走进蜂房 看着一个同事采集蜂蜜 突然闻到一阵陌生的香气 闻起来就像蜂糖培根 蜂蜜的品质本来就受到多种不确定因素的影响 如天气 植物生长状况和不寻常的糖分来源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助理研究教授 卧宾安德乌对正在进行一个研究项目 邀请当地蜂农为他提供今年810月采集的蜂蜜样品 以供检测分析